好,我们下班来看课文部分 先看一下第一段 第一段,我们先看一下第一句话 请看屏幕 第一句话说 Many people in industry and services who hav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noise regard any investigation of this question as a waste of time They are not prepared even to admit the possibility that noise affects people 先看看语法成文的分析 很多在产业部门 还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 然后后面要加一个黄颜色的 第二行是定义从据 就对于噪音有切身的实际经历的人 怎么样呢 regard as b 两个化线部是固定搭配 把a当作是b 就是我们把任何对于这一问题 噪音问题 这个调查研究都看的是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用的是固定搭配 a waste of time a waste of 表示对什么什么的浪费 中文翻译是动词叫浪费时间 好 这个分号可以相当于廉词引出一个并列句 怎么样呢 他们甚至都不乐意承认噪音对人有影响这一可能性 把可能性依然可以把它转化词性 他们甚至都不愿意承认噪音可能会影响人类 英语中形为名词什么什么的可能 我们的中文翻译可能会影响人就行了 好 这是大致的这么语法成本的分析 这里面有些词咱看一看 那么第一个 这个 Industry可以说工业部门产业部门制造部门 这个都行 然后这个 这个Service在这不是服务了 这是咱们多次见过 叫政府部门 这个时候一般Service大写更常见些 什么意思呢 Department of people employed by the government or a public organization 就是什么 一个由人组成的这么一个部门 什么呢 这些人被政府雇佣 或者被一个公共机构所雇佣 就是政府的部门 各个部门都能用Service 这时候一般表示专用的某个部门是一般大写 比如说 The Civil Servants 叫政府的行政部门 或者内政部门 再比如说 The Diplomatic Service 政府的外交部门 还有像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叫国民保健部门 这个Health Service就卫生保健了 这个部门 我们在未来的28课里面 也会碰到这个Service 我们下面再看28课中的一个例子 就在166页 第三行到第四行 第28个病人和医生 也出现了这个Service 166页 第三到第四行 咱们看这句话 他说 The modern phase in medicines is proved by the fact that the annual drug bill of the health services is mounted to astronomical figures and shows no signs are present of ceasing to rise 他说我们当代的 对于药物的这种信任 是被这个事实所证明了 什么事实呢 就是我们卫生保健部门 它的每年的药费单据 已经上升到了天文数字 并且迄今没有任何停止上升的迹象 这个the health services 是卫生保健部门 也是表示政府部门 注意这个Service的翻译 好 就是我们在制造业 产业部门和政府部门 所工作的人 在家定义从具 什么人呢 对噪音有着实际精密的这个人 会把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看作是浪费时间 regard ASB 咱们讲过不说了 这个awase of time 这个作为固定搭配 希望大家背一背 因为awase of time 咱们自己写搞不好写成呢 as wasting time 又用动词了 那浪费时间吗 as wasting time 但以后浪费什么什么 咱们经常可以用awase of 这个固定搭配 对于什么什么的浪费 咱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being employed is such a waste of your talents 我说你的失业 对于你的才华来说 纯粹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是什么意思呢 就失业 纯粹是浪费你的才华 浪费你的才华 叫awase of your talents 用对你才华的浪费 用这么一个大费 再比如说 many believe that state aid is a waste of taxpayers' money 很多人认为 政府国家的援助 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那我们说 对纳税人的钱 得浪费 awase of什么什么 表示什么什么 得浪费 那再比如说 what a waste of all that good work 我说 哎呀 那是对于那些这么好的作品 是多大的一个浪费 这纯粹是浪费 爆脸天物 对不对 对他这么好的作品 纯粹是个浪费 what a waste of all that good work 这work表示 著作作品 可以当不可说明 再来用 a waste of 可以表示 对于什么什么 的浪费 接着就浪费 什么这东西 咱们一会儿造句 会再用到这个 a waste of 这个结构 好 这个我们先说在这 把这大配付记住 再看分号之后 他们甚至都不乐意承认 这个噪音会对人有影响 这一个可能性 就是他们不愿承认 噪音可能会影响到人 这个乐意愿意 be prepared to do 固定搭配 或不要翻成他们没有准备好 这是不乐意 不愿意 它跟另外一个ready 这个形容词可以替换 be prepared to do 等于be ready to do 叫乐意愿意做模式 好 咱们先看看 新概念语第三册中的 一个例子 就是三册的第41课 宁静田园生活的遐想 建议大家 如果要是没有学过三册 把三册好好学一学 三册六十课书 精彩搭配更多 你看这里面说了 Why people are prepared to tolerate a 4-hour journey each day For the due privilege of living in a country is beyond me 为什么人们乐意 每天忍受四个小时的路程 就是为了那种 所谓能住在农村 那种可疑的好处 我简直无法理解 be prepared to do 叫乐意或愿意 不是准备好的 再比如说我们三册的第44课里边 也出现了类似用法 他说 relatively few people are prepared to sacrifice up to a third of their holidays for the pleasure of traveling on a ship 他说相对 比较少的人 愿意怎么样 愿意牺牲或者放弃 多达他们假期三分之一的时间 而就是为了用船来旅行 这种所谓的乐趣 愿意做某事 be prepared to do 乐意愿意 不是准备好的 be ready to do 在未来28个也会碰到 咱们看166页第7到第8号 在第4册28个 166页第7到第8号 他说 and the doctor in charge of the department is only too ready to provide them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并且管理负责这个部门的医生 这个部门有上下门 就是门诊部来 门诊部的医生 实在是非常愿意 给他们提供这些他们需要的东西 be ready to do 叫乐意愿意 至于这个to 和这个to-to结构 为什么表示非常怎么怎么样 这个别着急 到了28个里面咱们会解释 总之be ready to do 叫乐意的愿意的这个用法 本文中呢 他又用了这么个搭配 就是说不愿意接受这个可能性 就是不愿意接受某事 可能会怎么样 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搭配可以顺便把它记住 叫做be not prepared to admit the possibility 不愿意接受什么什么的可能性 就不愿意接受某事可能会怎么样 这个情况 这个搭配这么多 里面细节这么多 咱们把它用一用 看看咱们是不是真正把它掌握 甚至把它弄熟了 还是造个句子吧 很多人呢 把调查转金食品看作是浪费时间 转金食品就GM foods GM is short for genetically modified 就是在基因上得到改变的这个食物 这个食品food本来是不可数名词 但表示种类 不同种类的食物就可数了 他们甚至都不愿意承认 转金食品可能对人有影响 咱们顺便看看中英文这个对比 很多人把调查转金食品看作是浪费时间 你看这个调查和浪费都是动词 但在英语中呢 是不是书面倾向名词吧 很多人把对于转金食品的任何的调查 看作是对于时间的浪费 这个调查任何的调查 叫any investigation 对时间的浪费叫a waste of time 对吧 他们甚至都不愿意承认 they are not prepared even to admit 后面是转金食品有可能的人的有影响 是不是可以说 admit the possibility 不愿意承认这个可能性 转金食品影响人的这个可能性 就好了吧 咱们看看能不能写的特别地道 多模仿好句子 多棒啊 马上咱们写的不但正确 而且地道 这何处 不能拿高分呢 写作都有了 听说读更舒服 跟玩一样 咱们造的句子 Many people regard any investigation of GM foods as 什么呢 a waste of time 分号 然后呢 they are not prepared even to admit 背一遍 the possibility that 后面好写了 GM foods affects people 好了 这句子立刻出来了 再回顾一下 Many people regard any investigation of GM foods as a waste of time they are not prepared even to admit the possibility that GM foods affects people 但翻译着中文呢 你看还是按中文习惯 很多人认为呢 这调查转金食品呢 纯粹就浪费时间 就把对于转金食品的调查看作是对时间的浪费 你看这是有中文特征翻译冻死了 他们甚至都不愿意承认呢 转金食品可能影响人 在这里用的是 他们不愿意承认转金食品影响人的这个可能性 咱们这搭配啊 牢牢把它印到我们的脑子里面 形成条件反射 再写句子就跌倒了 好 第一句话我们看到这儿 下面来看第二句 看屏幕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ho dislike noise will sometimes use most inadequate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pleas for a quieter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这是做剧中的状语 大家注意 On the other hand 单独出现一定表示转折 不要翻译着另一方面 要翻译着然而 另一方面 一定表示转折 它表示逻辑相矛盾相反的内容 注意哦 这在阅读阵诺中看到注意是转折 然而另一方面 Those who dislike noise 这黄颜色的当然是定义从具修饰那个those 我们知道定义从具先行词 在当代英语中 先行词不能用人称代词 要用指示代词 不能用你我他 你们我们他们 要用这个那个 这些那些 不要用he 什么you 什么who 不要用he she 什么 多用这个 that this these those 不要用they he you I 不要用人称代词 用指示代词 那些who dislike noise 怎么样呢 有的时候呢 会使用极其不充分的证据 这个most 在这似乎是最高级 但不是最高级 为什么 因为最高级前面应该加定乎词the themost 所以呢 这个most在这 不翻译成最什么什么 而分之极其 特别 very very 或extremely 极其 inadequate 不充分的 极其不充分的证据 来干嘛呢 后面这个协提词to 开始到剧目 当然是目的状语来 来支持他们的这个请求 对于什么的请求 固定搭配for 这个画横线的部分是后置领域修饰ple 对吧 对于什么的请求呢 更安静的社会的这么一个请求 所以一方面呢 这是两种人都走极端了 第一种人认为呢 噪音根本不可能是人 我一定很影响 另外一个呢 人可能又走进 他们认为呢 哎呀 这个噪音太差劲了 他们用一些根本不充分的证据来证明 这个噪音有危害 这陈述了两种不同的人的看法 好 把这个细节 我们从文法的细节把它看到这 这个里面重点来看一看 on the other hand 然而另一方面 它经常跟on the one hand搭配 如果写全了呢 是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前面有on the one hand 后面用on the other hand也行 或者干脆on the other也行 这个hand就写不写都可以了 这个是这么一个 就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 但如果单独用on the other hand 这个hand必须有 不能收掉了 就它前面出现on the other hand 后面这个hand可以省 如果单独用on the other hand 那这hand就必须加上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它来引出相互矛盾的意见 或者观点等等 这个矛盾是相冲突的 所以反正一方面 另一方面 但注意一定是转折 有的时候呢 单独就用on the other hand 表示然而另一方面 中间是矛盾 比如说 I'd like to eat out but on the other hand I should be trying to save money 矛盾啊 对吧 我呢 想出去吃 但另一方面呢 我现在又应该存钱 攒钱 不能乱花 这很矛盾 这怎么办呢 but on the other hand 注意 用在转折 再看三册里面 也出现了这个用法 在三册的第十一课 not guilty 并非有罪 他说 even really honest people are often made to feel guilty 甚至那些真正的 这个诚实人 都被搞得 好像自己有罪一样 但是 on the the hardened professional smuggler on the other hand is never troubled by such feelings even if he has 500 gold watches hidden in his suitcase 而这些 这个职业的 互饿不圈的 职业走私犯 然而在另一方面呢 你看是跟第一个 相矛盾 相对立的 他却从来不会被这种感觉所困扰 即使他在手提箱里藏了500块金表 也不在乎 然而另一方面呢 表示相对立的转折关系 on the other hand 注意 怎么不能够 他表示并列 一定是相冲突 相矛盾的两个方面 这个要注意 整个句子咱们再回顾一下 然而另一方面 那些不喜欢 不喜欢这个噪音的人呢 有的时候会用极其补充的证据 极其补充的证据 叫most inaccurate evidence to support you please 来支持他们的恳求 对什么的恳求 加切词for please for something 造个句子 比如看这句话 然而另一方面 那些不喜欢转基因食品的人 有时会用极其补充的证据 来支持他们对没有这种东西的 日常饮食的这个需求 他们希望没有这个转基因食品 咱们看看 那么呢 该怎么说 那不喜欢转基因食品的人 刚才those who dislike GM foods 对吧 有时sometimes会使用极其补充的证据 most inaccurate evidence 来支持 to support the police for什么呢 日常饮食 a diet without them 没有他们的日常饮食 咱们复述一遍 看怎么说 好 一起来 这边转折了 我们先看怎么说 on the other hand 然而另一方面 those 不要用they those who dislike GM foods will sometimes 怎么样 use most inadequate evidence to support their police 注意这词 for a diet 没有 without them 好了 这个句子立刻出来了 咱再回顾一下 on the other hand 表示转折 those who dislike GM foods 那些不喜欢转基因食人 will sometimes use most inadequate evidence 一定注意啊 证据不可数名词 evidence永远不可数 不能加次 这个在新概念三册第一课 咱们就讲过 来支持他们 这个请求 或恳求 什么呢 一个没有转接识别的日常意识 好 这个整个句子 把它看过了 使用一遍之后呢 大家印象 往往更加深刻一些 这是我们的 这个第二句话 下面第三句话 作者说 这可惜了 这是可惜了 咱们看屏幕 他说 this is a pity because noise abatement really is a good cause and it is likely to be discredited if gets to be associated with bad signs this is a pity 这个白颜色的是 第一句话里的主句 它两句都用and并列吧 两个并列句 第一句话主句是 这是令人遗憾的 this is a pity 所以固定搭配可以背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降低噪音 确实是一个好的事业 我们应该去做 这个noise abatement 咱们讲了 是固定搭配 something abatement 表示什么什么的降低 中文翻译着降低噪音 减轻噪音 的确是一个好的事业 cause 多一词 既可以表示原因理由 也可以表示事业 表示事业 一定是可数名词 然后and 引出变了句 it is likely to be discredited 这个it 就是指前面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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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弱噪音 这个事 或者你们看作 好的事业 他很可能 受到人们的质疑 这个discredited 就是质疑 或者对某个东西提出疑问了 我不再相信你了 不再尊敬你了 这叫discredited 咱们以后讲这个词 这个被动 中文中可以用主动 并且可能会受到人们的质疑 对吧 受到人们的质疑 如果怎么样呢 if 重计到句末 这是条件状语送句 这是在第二个 冰列句里面 内部的一个条件状语送句 如果他们有机会 与那些拙劣的科学联系起来的话 那么这种噪音的简听 就有可能受到人们的质疑了 简听噪音是好事情 但是如果不讲科学 大家就不轻信这个事了 好事情变成坏事了 get to do 固定搭配 叫有机会 怎么怎么样 下面咱们再看看 里面更细微的一些细节 首先咱们看看这个cause a good cause 这个cause 我们知道cause呢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叫理由 原因 表示这个意思 可数不可数 都行 表示做模式的理由 这个大写的c 表示cannibal可数的 you呢 incannibal不可数的 既可数又不可数 都行 强调具体的理由是可数的 强调就是理由 这个抽象含义 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咱们先看三册的第二课 新概念英语 第三册的第二课 就是13等于1 这个数 你看第二课的第一句话说 a vicar is always raising money for one cause or another but he has never managed to get enough money to have the church clock repaired 我们的牧师 老是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 来筹款 但他从来没有设法得到 足够的钱 来把这个请人把教堂大中 给他修好 你看one cause or another 各种各样的理由 这个是可数名词 前面叫one来修饰了 做不可数也行 表示理由这个抽象意思不可数 依然在三册见过 三册的22课熟记台词by heart 看这句话他说 one would expect them to know the parts by heart and never have caused further one就泛指人们了 人们可能以为呢 他们早就把台词烂熟于胸了 know something by heart 三册讲过 叫背下来 这不是用心去知道 只是背起来固定搭配 这个parts就是lines 就是台词的意思 并且呢 绝对没有理由去枝枝乌结结巴巴的 有理由做某事 have cause to do 这个cause在这 是不可数名词 对吧 前面没有观词 后面没有复数 在这就是理由 没有说一个两个的理由了 所以可数不足都行 但本文中呢 这个cause的第二个意思 表示事业 这个一定是可数名词了 某一个事业 the caus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社会主义建成事业 再比如说 his life was devoted to the cause of justice 他的一生被奉献给了正义事业 这个cause是可数名词 表示某一个事业 本文中呢 good cause也是可数的 一个好的事业 这个是令人遗憾的 因为减轻噪音确实是个好事 好事业 并且呢 it is likely to be discredited 有可能受到人们质疑 人们就不用说了 他用被动 把人就藏起来了 他来自于动词 discredit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这个词 生死里有 大声先慢慢读 discredit discredit 读快了之后 单词末尾这个t 还有的读快了 都会失去爆破 来 我们大声在那边 discredit discredit 因为credit d 最后舌尖顶上去 憋住气 这个d 那个t 没有喷出来 憋住气了 在里面 discredit discredit 什么意思呢 to cause people to stop respecting someone or believing in an idea or person 使人们不再尊敬某人了 或不再相信某一个观念 或不再信任某人了 就是怀疑或质疑 不再尊敬了 这个人不是好东西 我不再相信他说的话 我不再相信某个观念了 怀疑或质疑 叫discredit 我们同样看一些例子 evidence of links with drug dealers has discredited the president 这个证据 证据不可数 那是什么证据呢 与这个毒品贩子相联系的这个证据 使人们质疑这位总统 就不再尊敬这个总统了 认为总统是个罪犯 discredit the president 可以这么说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看这句话 他说some of the Freud theories have now been discredited 就是这个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 有一些现在已经受到了人们的质疑 受到了人们的质疑 就be discredited就好了 就是被受到质疑 咱们发现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就好了 对吧 那么有可能受到人们的质疑 就be likely to be discredited 这个大肥 一个顺便记住 后面再看 句莫那个条件状语俗句 if it gets to be associated with bad signs 这get to do 这个得注意翻译 get to do呢 一般来说可以表示有机会怎么怎么样 我们看例子 we got to meet all the stars after the show 在表演结束之后呢 我们有机会来见一见这所有的这些大明星 就有机会做模式 三位说 she gets to travel all over the place with her job with可以表示原因状语来 因为他这个工作呢 他有机会到这个地方 各个这个这个这个每一个角落都去 去去去旅行一下 到处去看一看 有机会 get to do 这个意思 但是三册讲过get to do的另外一个用法 就get to do加上特殊的动词 比如说get to like get to know get to understand 跟这些词搭配 一般都翻译着渐渐开始 慢慢的开始怎么样 这个固定搭配 比如慢慢开始喜欢了 慢慢开始明白了 慢慢开始了解了 这个用这个搭配 我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it will take a while for you to get to know everyone 我说需要花一些时间呢 你才能慢慢认识这里每一个人 可能刚报这个新的地方邻居特别多 别着急 慢慢的 但我们就 这些人你都认识了 渐渐的开始 这个知道了解 对吧 再比如说 after a while I got to like him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渐渐开始喜欢他了 这是逐渐的慢慢的变好 get to like get to know get to understand 但get to 跟其他的动词搭配 一般都翻译成 有机会做模式 本文中呢 be associated with 与什么相联系 如果他有机会 与着力的科学相联系的话 好 这个几个固定搭配 又看到了 一个好的事业 叫a good cause 那么可能遭到人们的质疑 叫be likely to be discredited 还有呢 这个有机会的get to do 咱们一块造一个句子 发展转经食品 的确是个好事业 但是如果他有机会 与着力的科学联系起来 就容易引起人们的不信任 就容易引起人们的质疑 就好了 对吧 发展转经食品 现在都很熟悉了吧 咱们不用developing 而又对转经食品的development 都发展就行了 好事业叫good cause 有机会get to do 相联联系叫be associated with 着力叫bet size 如引起人们的不信任 be likely to be discredited 就好了 咱们看看怎么说 转经食品 the development of GM fools really is a good cause 真是好事业 but 转折 怎么样呢 it is likely to be discredited if it gets to be associated with bad signs 这句子出来了 咱们再回顾一下 the development of GM fools 对转经食品的发展 中文还是翻译 发展转经食品 对吧 讲得好习惯咯 对吧 的确是个好事业 但是呢 他如果有机会与 桌内的科学相联系到一块的话 就容易 那么受到人们的不信任 遭到大家的质疑 好了 这个第一段 先大概陈述了噪音 两种这个看法 做着是中肯的观点 这个减轻噪音是好事 但是必须呢 要讲究科学 不能够过分的极端 好 第一段 邓老师就看到这